原来你跟少卿的缘分 就是这样结下的 后来 我爸爸 感激他救了我 又因为他是孤儿 就把他受为义子 这是很奇怪 他自从进了我家 以前的事情 就再也没有提过 包括他的身世 也不知道 是因为当时年纪小 记不清了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他从来不说 你怎么了 我想到了我弟弟阿振 失踪以后下落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也不知道这十几年 他是怎么过来的 可能 可能已经不在了 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只要他还记得你这个哥哥 他就一定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等着你去找他 你永远都是那么充满希望 当然了 生活嘛 一定是要有希望的 到家了 你回去吧 叶鸣 叶鸣 你看我给你种了多少花 除菊 六月雪 过两天 我再给你带几出都没 这样一年四季任何时候 你都能看见自己喜欢的花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这是少卿 你没必要这么做 这有什么呀 我闲着没事干 对了对了 你跟我来 叶鸣 叶鸣 我以前记得 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小花园 我计划在这儿搭一个大瓜棚 到时候 大妈既能吃自己种的瓜 你也能在瓜棚里边 批作业看书 你说好不好 其实我当时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当然放在心上 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 我还记得十二岁的时候 咱俩骑自行车 你把腿摔伤了 现在那儿还有个疤呢 方祖 少爷 老爷派我来接你了 老爷知道你离家出走 非常生气 走 跟我回去吧 请方总管 告诉老爷子 他对我的恩情我都记着 但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去 少爷 老爷刚把场子交给你 这往后还有许多事 也需要你去做呢 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表现 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 这个事情不能任性 跟我回去 你错了 方总管 我这一天想得很清楚 我以前都是为那些虚的东西活着 从现在开始 我要为我自己 和我爱的人活着 你走吧 林小姐可是费尽了口舌 才把三爷的情绪安抚下来 少爷既然把后果想清楚了 那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您自己好好保重啊 少卿 有些事冲动不得 现在连方总管 都亲自来找你回去 难道你真的不怕 和爸闹得不可收拾吗 叶鸣 这卢家有多少产业 我应该比你清楚 但我卢少卿就是没放在眼里 不像某些人 表面装得很清高 但背地里却为了一个例子 人家给点小恩小贿 就靠过去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聂龙 他没做什么呀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问他自己吧 卢少卿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真不怕在叶鸣面前露馅啊 你那天是不是背地里 跟我爸见面了 你去见过我爸了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是 我是跟他见面了 我找三爷有些事情 可是 可是什么呀可是 你之前三番两次地跟他作对 现在两个人倒腻在一块了 你们俩该不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吧 我跟卢三雄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我找三爷确实有事 我是为了 为了什么呀为了 是 你现在可以随便编个理由 出来糊弄我们 但别拿我们当傻子 叶鸣 他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你 这种人他可信吗 叶鸣 别听在他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我不想你 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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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以为你得到叶鸣的心呢 男为婚女为嫁 他今后价值还不一定有 卢少卿 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但你做这种小动作 太卑鄙了 卑鄙吗 我不觉得 你才是居心否刺 以为你个拉扬车的 可以借着燕鸣 攀上我们卢家 将来做上海滩的大哥 聂龙 再怎么找我卢少卿也姓卢 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 怎么轮也轮不到你 来 像我这样啊 左手拿叉 右手拿刀 左手拿叉 你左右不缩它 像我这样 切一块 吃一口 好 你看你 你看拿刀 你这样 你要看人哪 这 这不都一样吗 是吧 副云安给我拿双筷子 拿什么筷子 咱吃的是西西餐 你看 你看上阿丁 真好吃 没想到 咱们也能吃到西西餐 开了洋婚了 我跟你们说 这猪大烧这回这笔买卖 我转手卖出去以后 翻了好几番 我拿这笔钱 足够买更多的货 我把这些货 再盘给洋人 再从洋人那儿 买点博来品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贸易 我以后啊 就是贸易商了 大买卖人 东哥现在说话 张口闭口的生意精 厉害 无伤不间 秀秀 你这嘴里边吃着我的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呢吗 无伤不间 你例外 例外 行 你例外 从你嘴里听到夸我的话 我这顿饭你四十吃了 我杜东哥马上就要发财了 以前呢 总跟大家在车行里边 蹭点饭吃 现如今 只要我吃山珍海味 一定不让大家啃馒头片 我杜东哥 说到做到 好 别人说这话我不信 可你说这话我信 有你这样的兄弟 那才叫做金不换 金不换 顿哥 你今天二十五了吧 怎么了 你看啊 嗯 我觉得你这钱不能乱花 你得攒着娶老朋友 男人嘛 撑家立业是不是 你看我呀 说得有道理啊 追我的人很多 但是要我选嘛 就得千里挑一了 嗯 说对了说得是 赶紧找个媳妇吧 我觉得冬哥就得找 像后娘这样的啊 能治得了你吗 对 受罪 你们都看我干吗呀 谁要嫁给冬瓜呀 那是活受罪 我可不愿意抱个大冬瓜 操一辈子的心 还想你吃饭呢 开玩笑啊 聂龙哥 这会儿他怎么没拉车呀 对啊 没拉车就找卢老师去了呗 绝会去了 谢谢 冬哥 遇上了就叫进来呗 好好啊 这么开心的事情 怎么可以少得了他呀 我去喊他 对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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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用了吗 不是 这样 左 聂龙 聂龙 我最近做生意赚了点钱 跟大伙热闹热闹 都在那边等你呢 走吧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你的杀父仇人是我爹 不是我 咱们也算是兄弟一场 你没必要这样吧 你不是说过要帮我找杀父仇人吗 你还要帮我报杀父之仇 你能做到吗 我 我 我什么我 你不要再说了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你的杀父仇人 别再成兄道弟的了 免得到时候心软 你现在跟聂龙哥见面 就跟仇人似的 我家在中间很难受到 更别说大海小六子他们了 我真想找把总罗手枪 把叶龙头一枪打爆了 我就想看看他脑子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 即便是他报了仇 那他爹能活过来吗 不能啊 对吧 这宁可为了一个死人 也要伤害我们活人的感情 我真是 我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真是 他这口怨气啊 都憋了十几年了 不能怪尼龙哥 秀昂 我问你啊 要是有一天 我俩也被逼成了仇家 只能选一个 你选谁啊 这亲爹亲妈掉到河里 让我先救谁 这种问题 我怎么说嘛 不行不行不行 你必须选一个 你选他还是选我 哎呀我说不清楚 我不选 这平常看你还挺聪明的 其实你就是个笨蛋 你就应该选我呀 哎我给你解释解释 咱们两个人呢 从小一块长大 对不对 我一决屁股 你就知道我放什么屁 你决嘴 我就知道你什么心思 对不对 咱俩这种情分 涅龙他是没有的 对吧 其次呢 涅龙和燕明 他们两个是一对 对吧 你从中间差什么腿啊 对吧 哎 你听我说啊 呃我呢 对吧 我还没娶媳妇呢 假如你选我 嗯 就说 就说我选了你吧 起码你嫁得出去 呸呸呸 我宁愿去尼谷湾敲木云 我也不嫁给你啊 哎哎哎哎 你选我有什么不好啊 啊 连小六子都说了 我杜东阁 够义气 啊 是个能托付的人 再说了 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了 我马上就要发财了 你选了我 你就能当杜家少奶奶了 多好啊 啊 多好啊啊 东瓜 你跟聂龙较劲 你别带上我呀 在我看来 你和聂龙哥 就像手心手背 分不开 你让我怎么选啊 哎哎哎哎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你今天必须选 你不选我不让你走 我不选 选 就不 你说个选有那么难吗 啊 说 你个笨瓜 我去尼谷安了 别拦我啊 哎 哎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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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 坐 坐 老爷子 今天少爷怎么没来陪您啊 是啊 少爷怎么没来啊 好 没事没事 老爷派少爷出去办点事 过些日子就回来 大家放心吧 董老四 最近又涨标了 试得不错啊 怎么样 最近 这地方上有什么新鲜事 都说给我听听 自从 常发出了那个姓孽的小子 凭空窜骑以后 他们车行是壮大了不少啊 我们车行收入也减少了很多 我底下的车夫 都在和我抱怨 我都快扛不住了 这抱怨有什么用 你要首先做检讨 为什么这生意做不过人家 营头赶上 是是是 继续努力 还有自从武天行死后 那个三不管的地方 又出了不少的小帮派 拼杀很厉害 三爷 三爷 如果您还不插手管一管的话 恐怕 以后会危险到咱们的头上 三爷 有个事想听听您的意见 什么事说吧 咱听说 朱大哨欠赌场的债 那些古董字画 被那个姓杜的小子 给抢走了 还听说 李友带人冲进了六合武馆 结果被杜英豪和他的徒弟们 全给打了出来 有这事吧 啊 确有此事 各位的消息很灵通啊 但是人家朱大哨 已经把赌场的债还上了 在赌场的账面上 并无损失 不能这么说 方总管 你不能避重就轻 问题不在账面上 而是这些古董字画 被姓杜的给抢走了 这不是摆明了 在三爷头上拉屎擦尿吗 就是啊 这古厂归大哨也管 怎么能让那个姓杜的 骑在咱们头上呢 少爷不在 是我办的事 老爷 我自尽处分 这不能怪你 你只是个当差的 再说 杜英豪亲自出手了 谁能打过他 李友 坐下 坐 各位有什么话 直说无妨 三爷 恕我直言 自从方舟同济会成立以来 那些自称正义之士 推荐杜英豪为盟主 就是为了对抗三爷您的势力 他儿子最近生意不错 就是因为背后有方舟同济会撑腰 就是啊 庞老说得没错 就是啊 六合武馆以前只收一些小娃娃 现在有很多武师都家母其中 势力可大了不少啊 好 我那天 带人打进六合武馆 杜英豪是亲自出手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虽然杜英豪不出面 表面上 没和方舟同济会的人走那么近 可是 老爷 您要注意了 他的儿子涉足商界 他的徒弟又涉足武剑 我怕将来对老爷您是个威胁 李勇说得对 那杜英豪表面不张扬 暗地里包藏祸心 他大力栽培自己的儿子和徒弟 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削弱我们 三爷 棒打出头鸟 你还得早做准备啊 是啊 已经有了个孽龙 再出个杜英豪 我们父辈受敌 后患无穷啊 就是啊 是啊 是啊 不得不防啊 是啊 说吧 说说你的想法 是 一个人 只要有了权力 他就会有野心 咱们再加把劲 把五爷留下的三部管地盘先拿下 别让杜英豪杰足先登了 还有呢 先下手为强 一步 朕独云豪还没有站稳脚跟前 先把他打成瘸子 你说的都是好办法 不过传扬出去 人家会说我卢三雄气量小 容不得人 三爷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来 李老爹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本来以为呀 这个月能多挣些 给你们分红 可是刚才这么一算 你看收入平平 这分红这事 还得往后拖了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分不了先不分 等我们车行赚了钱 你也不会亏待我们的 那是啊 我是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肯定要给你们分红啊 方总管 快快快 请请请请 赶紧倒杯茶去 贵客啊 李老板 您请坐 请坐 李老板生意不错呀 托您福 财源广进 我错 方总管 这车行您还不知道吗 他就是糊口 这好坏这日子啊 他都得过是不是 李老板 我们帮你算过了 你们长发车行的生意 最近是大涨了 李老板是要大发力士的啊 没有 对了 有没有给师傅们分红啊 这个生意确实是好了一点 但是也没像方总管您说的那样 是不是 这个 对了 方总管 我啊 还有点事要办 那个聂龙啊 你帮我照顾好方总管啊 方总管 您先坐着 我去去就来 李老板慢走啊 嘿嘿嘿 你们李老板这个人 可真有意思啊 不过 好日子快过到头了 你什么意思 这杜英豪 他现在不得了喽 这杜英豪 他拉拢了一帮商界跟武术界的朋友 成立了一个什么 方舟同济会 他振臂一挥当了会长 他这么拉帮结派壮大声势 过不了多久 就会捞过界的 你们这个三不管的地方 马上就会被他吃了 我看他不是这样的人 哎呀 这个人哪 一旦有了权力 他就会有野心 照他这么拉帮结派壮大势力 你以后要找他报仇 估计就没什么希望了 你来这儿 就是要说这些吗 聂兄弟 你来 老爷子把你当做自己人 所以叫我过来提醒你 杜英豪现在到处拉帮结派壮大自己 你以后得小心 我现在打不过他 他要想除掉我 没必要费这么大的事 这就是杜英豪高明的地方 他表面上对你宽宏大量 实际上呢他暗中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声势 你以后还会把你说得一文不值 方总管 那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壮大自己 增加自己的本钱 不然你还没来得及报仇 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老爷子吩咐过来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随身 我先走吧 小姐 小姐 你先走 我已经走 你走 你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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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闷着 你这样不理我 我心里面很难受 你心里难受 我觉得好过吗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听你来跟我解释 现在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都亲眼看见了 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你之前跟我说 你跟我爸之间 没有任何猫腻 那我问你 为什么刚才方总管说 你有任何困难 随时可以去找他 你明明跟他之间有往来 原来少卿说的 全部都是真的 不是 事情说起来很复杂 但不是你想的这样 更不是卢少卿说的那样 你要相信我 我也想相信你 你告诉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最讨厌我爸的 那种生存方式 可你还要同他来往 聂龙 你真的是为了 找杜云豪报仇 连你的人品 你的良知 通通都不要了吗 你真的令我太失望了 燕敏 那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肯相信我 卢老师 你是聂龙哥的媳妇吗 不是吧 不是你还管那么多呀 我告诉你 我们长发车行 现在可是出头了 聂龙哥也算有点小事了 你爸约见他 说明他还是个人物 连上海滩老大都得拉拢他 还真被妈妈说中了 男人的野心 是被欲望驱使的 你说话不分场合啊 聂大哥现在是我们车行的 他就归我管 你要骂人 去骂你的学生啊 聂大哥 别追他 这个燕敏看起来挺温柔的 原来比我还凶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像这种女人一定不能娶活 他和那个卢少卿正好凑一对 谁啊 我 爸 好 给面都煮不熟 没能自己过日子 这几天在外逍遥够了 该收心跟爸爸回家了 您都有聂龙了 我跟你回去干什么呀 都多大了 还跟孩子似的 他姓什么 你姓什么 你说你跟一个外人 吃什么醋啊你 实话跟您说吧 我这次搬出来 就没想再回去 你 我老是 看见他摆了很多花 你养的 怎么 你想讨好叶明 让他回心转意 爱上你 嫁给你 是吗 你呀 就别白费心思了 晓晴 爸爸告诉你 这感情啊 不是付出了 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的 说白了你不就是想拿雁鸣去掉聂龙吗 你只是把雁鸣当成你的利用工具 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胡说 我接受聂龙完全出于一个父亲的立场 我疼爱雁鸣 我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是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问你个问题 想问什么 如果 你和聂龙的仇人不是杜鸣好 如果他在你那儿 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你还能同意叶明跟他在一起吗 够了 别跟我扯毒扯气的 我这次来是带你回家的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我不走 要走你走 什么 你应该不听我的话 你便为难受清 当初我离开的时候 我也要带他走 你不肯放 现在他到我这儿来了 你不要强迫他离开 你听见大妈说的了 要走你走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 我会用我所有的办法 阻止叶明跟他在一起 孩子的话你听到了 你不肯放 那么你可以走了 一个人走吧 许小语 我知道 从你嫁给我的时候 你心里就有怨气 我哪样对不起你 甚至当初我再怎么舍不得 我还是忍痛 让你把叶明从我身边带走 我对你百般忍受 够了 你现在居然还 还要抢走绍卿 你于心何忍呢你 当叶明跟我说 你希望他不要重蹈我们 覆辙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没想到这样的话 会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 我以为 你真的能了解我心中的苦了 可是刚才绍卿说 你再让叶明和聂龙来往 是打算借此拉拢聂龙 让他以后 受到你的控制和利用 牺牲女儿的幸福 来换取你自己的利益 你的心机算尽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你为什么相信绍卿 而不相信我呢 咱俩都是从小订亲的人 几十年了 可我从来看不清楚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让我如何去跟一个 我看不透的男人过日子 借口 全是你的借口 你不肯跟我过日子 是因为你心里有别的男人 你忘不了杜云豪 你心里能装得像我吗 你想了解我吗 我卢三雄 从来就不是你头顶上那片天 所以你不愿意住在我的屋檐下 当初你就明白 我不爱你 可你是我的女人 你怎么能跟别的男人 远走高飞呢 况且那个男人又是我的师兄 我是男人 我是男人 我有自尊 任何人都受不了 你恨我 你恨我阻拦了你的幸福 你错了 是杜云豪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是你们毁了我 本来属于我的幸福 他自尊 四人 于命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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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你 就是要你 现在看着你 我的心情 还是跟当年一样 我们都老了 江春不在了 你不爱我 我宁愿让你恨我 更深一点 深道把我卢三雄 这三个字 刻在你的心里 永远抹不去 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 我依然会这么做 我会用任何方法 即使是最卑鄙的方法 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你不爱我 但至少你是我的妻子 你不属于任何人 你自私 对 我就是自私 自私才是爱 爱就应该自私 这就是我卢三雄 行了 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我不但要少卿回到我的身边 我还要你跟燕鸣 都回到我的身边 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 我还要你跟燕鸣 都回到我的身边 去 你 我说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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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爸 爸 妈 今天公司进货 我得过去一趟 我去看看 晚上 晚饭 晚饭前回来啊 路上小心点 好 妈 拜拜 妈 拜拜 叶明老师 你怎么来了 来信我啊 我跟你说 我们最近六合武馆的名胜 那可是响当当的 拳打脚踢的功夫我可不行 这是我的学生音音 是她想学舞 欢迎 欢迎 东阁 爸 妈 杜伯伯 好久没见 很久没有吃你的洋鱼面了 有空到我家吧 我亲手煮给你吃 有机会还是去店里吃吧 怎么 你们很熟吗 妈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罗三雄的女儿 卢雁明 人家现在是老实厉害着呢 那个 我上次大难不死 全靠他了 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对吧 是啊 我听他们父子俩说起过 没想到三爷的女儿 肯仗义相救 可我一直也没有机会 当面谢过 伯母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件事情是我爸的不对 是他对不起你们 我今天来是因为我的学生音音 她想要跟着学舞 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 音音啊 在这里好好学习 我先回学校去了啊 那我先告辞了 叶鸣 别着急走 你可能不知道 年轻的时候 我跟你母亲情同姐妹 你小的时候啊 我还抱过你呢 没想到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越来越像你妈了 屋里坐 慢慢聊 好 改天吧 今天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妈 我也走了 形象气质 连双话的味儿都像 英豪 你说 她像不像年轻时候的秋雨啊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音音 刚才老师叫我音音 你没听到啊 哦 对 杜爷爷 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吗 你学过武术没有 没有 您是我师父吗 我不是 来 我带你去见你师父 好不好 好 周妈 你看这个挺新鲜的 来点吧 我的很可新鲜 来 我这儿怎么了 谈死兵 就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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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走 快 Home 老爷 这不是女子 这是王皇 那肯定是女子 火皇 住客 聂龙子